运20加油机高清照片曝光 歼16空中受油画面也来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言少 近日网上出现了运20加油机和歼16空中受油的高清照片 画面显示运20加油机采用的是三管加油方式 也就是说它可以同时为三架军用飞机进行空中燃料补充 而且据分析中间那个加油点采用的可能是大型的加油软管 另外《解放军报》在头版的图片首次公开展示了歼16战斗机的加油画面 作为一款航程比较远的双发双座多用途重型战斗机 《解放军报》是我军执行多种任务的主力战斗机之一 而我军过去配装的轰油6空中加油机呢 很难给这种重型的作战飞机实施空中燃料补充 因为轰油6本身的载油量不够 如果以此出动由一架空中加油机为一架战术飞机进行燃料补充 那么恐怕效率会大会降低 那么现在我们有了重型的空中加油机 像歼16这样的个头比较大航程比较远 挂载能力也相当优秀的歼16战斗机 就能够通过大型的空中加油机实施空中燃料补充 从而让他们的活动半径 或者是载弹量进一步的提升 可以说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解读几个有关运20飞机的问题 运20和轰油6不一样 轰油6采用的是两个一下挂载的空中加油吊舱 为中型以下的战斗机实施空中加油 而运20它可以用三根加油软管 同时为三架不同型号的 不同大小的军用飞机实施空中加油 那么这样的一款新型的空中加油机的出现 是否能够满足人民空军发展建设的需要呢 可以说完全能够满足 因为运20它的起飞重量超过200吨 最大载油量接近100吨 如果将其改型为一种专用的空中加油机 而它的货舱内呢 还可以征设一些辅助油箱 从而大大的提升它的空中共油能力 而三点加油方式比两点加油方式呢 效率更高 这个大家都是很好理解的 我们现在从照片上看的是运20可能采用的是三软管 空中加油方式 实际上还有一种啊 硬杆式的空中加油方式 那么从这张照片上看 运20似乎没有配备硬管 加油装置 那么未来我们会不会开发类似的硬管加油系统呢 我个人看法很有可能 因为和软管加油相比 硬杆加油它的输油速度更高 现在网上曝光或者是官媒曝光的尖锁战斗机 在空中实施燃料补给的情景 那么它对未来作战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很简单 一个增大航程扩大作战半径 第三延长流空时间 我出动一次可以在某海区或者是某些战区实施长时间的战备巡逻 这样比你来回轮换效率高得多 第四那就是能够缩短滑跑距离 起飞的时候我把油量积载燃料减少一半 滑跑距离不就短了吗 我飞起来之后再进行空中加油 从而呢 能够保证这些重型的战斗机 从高原机航起飞 可以说空中加油机和空中加油技术是我军战斗力的备征器 好 今天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